泽连斯基给特朗普上课 要求中美联合结束乌克兰战争 这可能吗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傅先生 最近随着特朗普在美国大选的第一轮电视辩论中 表现远超拜登 并且他还不断强调 一旦上任 24小时内就能结束乌克兰危机 这引发了泽连斯基对乌克兰可能被美国抛弃的担忧 以此同时一些人 以芬兰总统斯图部为代表 天真的认为 中国仅需要一个电话 就能结束乌克兰战争 而泽连斯基似乎对此也表示认可 芬兰总统的观点基于一个假设 那就是俄罗斯现在非常依赖中国 如果中国告诉莫斯科 是时候开始和谈 那么俄罗斯就会这么做 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也指出 乌克兰想知道美国大选结束后 该国是否还会得到美国的支持 他还给特朗普上了一课 应该展示出迅速解决俄乌战争的计划 但任何提议都必须避免侵犯乌克兰的国家主权 他强调说 他们不能规划我的生活 以及我的人民和孩子们的生活 我们想知道 11月后 我们是否会得到美国的强大支持 还是将孤军奋战 这等于告诉特朗普 如果想用乌克兰的领土换取和平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如果得不到美国的支持 乌克兰将选择孤军奋战 泽连斯基认为 中国可以在解决俄乌冲突上扮演重要角色 因为莫斯科非常依赖中国作为其出口市场 泽连斯基建议 美国和中国可以搁置分歧 采取共同行动来结束战争 这种说法似乎又迎合了芬兰总统的观点 以此同时 拜登政府为了给特朗普设置陷阱 正在推动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进程 美国官员表示 北约将于近期在华盛顿举行的峰会上推出具体措施 以加快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步伐 北约可能在最终的宣言中使用不可逆转等措辞 来描述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道路 美国国务院负责欧洲和欧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琼斯说 美国和所有北约盟友都已经表示 乌克兰的未来在北约 这以特朗普希望通过回应俄罗斯的战略诉求 不允许乌克兰和格鲁皮亚加入北约 以换取和平的设想 背道而驰 我们观察乌克兰危机的走向 现在不得不重视一点 那就是当特朗普上任成为可能时 西方的过度焦虑 就有可能会产生一种天真的舆论 那就是中国可以帮助施压俄罗斯来结束乌克兰危机 那么真的有这种可能吗 实际上 我国外交部早已给出了答案 中国并非乌克兰危机的设施方 中俄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 那么其背后的潜台词就是 中国既没有能力解决乌克兰问题 也没有义务为了迎合西方而得罪俄罗斯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残酷的逻辑 那就是即使俄罗斯对中国的依赖再大 也大不过普京对北约东扩的战略焦虑 更不可能让俄罗斯放弃已经并入的乌克兰领土 换句话说 俄罗斯对中国的经济依赖 以中国施压就能让俄罗斯停战撤军之间 并不存在着英国关系 另外俄罗斯与中国之间原本有着很高的战略互信 双方面对美国的打压时需要团结一事 中国根本就没有迎合西方战略利益的可能 例如我们可能会反问哲联斯基和司徒布 你们能阻止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打压 以及在台湾问题上的挑衅吗 如果不能 中国为什么要在一件不会发生作用的事情上 选择以俄罗斯翻脸呢 在可预见的未来 中国又将不得不面对西方的道德绑架 这是基于中国影响力不断强大的结果 对此呢 中国应该给出明确的回应 那就是我们无法左右俄罗斯的行为 也无法给俄罗斯和乌克兰做主 最终解决问题还得靠俄乌两国之间进行和平谈判